深呼吸哦 拇指上的伤口要換藥 護理人員不斷安撫患者情緒 拔掉 拔掉嗎?還好 幾乎是央求者把黏在伤口上的紗布取下 這名患者是廚師 因為刀傷用傳統的包炸法 伤口一再因為組織液黏在紗布上 拉扯間好糾結 另外一頭不到兩秒 手掌大的伤口秒換藥 其中的差別在這地方 傳統的方式的話 需要接受青創及紫皮的過程 除了時間比較多 需要修養的時間比較多之外 還要造成另外一個地方的疤痕 整型外科醫師拿出車禍的患者 腳步傷口為例子 這一類20公分乘20公分大小的創傷 過去得花至少一個月青創紫皮復原 但正確使用敷料的情況下 患者住院時數降低 疼痛度也大大不同 敷料有吸盛層 那如果吸盛層達到一定程度的話 在外面的敷料上會看到一個反黑的情況 醫師提醒 敷料的種類相當廣泛 常見的人工皮就是一粒 該用怎樣的方式照料傷口 必須透過轉眼的技術 要讓廠商及早康復 得多做參考 大新聞主龍蝦紅樹高雄報導 整個市場率 都會被控告 市場的人工皮復原 幾乎